詞曲 李宗盛 《國子營》是我教中文和歷史老師的父母的名字 《子》是意味著以前只有貴族和皇帝才可以用的字式 《營》代表著凝聚 《國》是我的父母的姓氏 名字好像連繫了我和父母親和家庭的詞語 亦都吻含著他們對我的期望和祝福 從小到大這個名字都象徵著我這個人的存在 老師、同學和朋友都會用他來叫我 隨著年紀增長,我有了英文名字 也有很多不同的詞稱 他們全部都是其他人用來稱呼和記認我的符號和標籤 當我看到這個題目 我試XYZ的時候 其實我都想了很久 如何去填這三個英文字母 而第一個浮現在我腦海中 就是《國子營》這個名字 但其實他又如何把我自己描述給客人聽呢 好像在他們眼中 可能這是一個很普通的中文名字 其實沒甚麼特別 可能有些人都有一樣的名字 其實我的XYZ應該是甚麼才可以足夠代表我呢 SK、Sabrina、文學院、文學生 一個實習生、一個香港人 很多XYZ 其實都建構我在這個世界的存在和身份 也都因應著我的經歷和思想 不斷改變 然後我就會發現 可能XYZ都只不過是一個異象或概念 而重點是在於我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人 當然這些標籤其實某程度都肯定了我和這個社會的連結 也正因為我和社會建構了不同的關係 才有很多不同XYZ的標籤 但是這些也都令到我對自身的概念變得更加模糊 當我越來重視別人怎樣形容我的標籤的時候 可能這些其實都會令到我無意之中 變成了別人希望的國之營應該是一個怎樣的人 而回應他們對我的期許 而不是我自己希望我是一個怎樣的人 我覺得都頗難得有機會可以接觸到我 我覺得都頗難得有機會可以接觸到我 所以我都頗難得有機會接觸到不同人 或者是分享自己的感受 而且我之前也有看到人約吉祥後的影片 我覺得頗有趣 然後我就覺得 因為有一個類似在大學的想法 我就說不如你試試看 看看我有甚麼想說 或者有甚麼可以聽到回來的 其實我開始對整件事都頗模糊 我沒有甚麼大概的圖片 對整件事應該是怎樣的 我寫完篇文出來 我再聽多一次一次 是我自己和我一些想法的 一些回應和回應 然後在聊天的過程中 不僅是我和自己的對話 我最想改變的是 我可以多一些理論思考 然後我會主動和別人去討論 或者提出我自己的意見 然後回應我一些我想問的問題 或者我想知道的事情 可能是就住這個社會也好 無論如何都好 我前陣子看了《聽搖滾的北京園人》 然後 我也有開始去找人的現象去看 我剛剛看了一點 我覺得有一個問題就是 好像現在 大家想法的觀點與角度都不同 那怎樣可以令到我們 好像阿俊說 我們思想要融合 或者大家可以趨向 這個所謂同一的一個世界觀 其實都會想 其實有些事情是否 正是靠溝通就可以解決問題 其實如果真的可以靠溝通解決問題 其實很多社會議題都不會存在 那怎樣去解決這些很多社會議題 是一直都有 最近可能經過了這年多的社運 都會有想的事情 但是 可能如果就是靠人與人之間的親密度 去進行溝通的時候 整件事可能就會變得很感性 或者很情感主導的溝通 但是 我覺得人很難避免的就是 你會情感主導的事情 而未必可以100%去客觀地看 但是 就著一些很大的 可能影響到社會角度的議題的時候 其實我們應該用一個理性的想法去溝通 或者是 很多事情 是否 那時候 什麼時候去分辨 到底我的溝通應該有情感主導 還是理性主導 都很難去拿捏 溝通的過程 我一面有一個很確實的答案 但是 很多思緒在腦袋裡 看看如何去整理這些思緒 等等 在腦袋裡 大小笑聲 是很難去的 想要來 我可以去把你 還在腦袋裡 絕對 我可以去那邊 有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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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難去的 非常難去的